美国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 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下降 只有15%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 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 好感度达到了72% 反观台湾 美国人对台湾的好感度高达77% 创下盖洛普1996年以来 8次调查中的最高数字 这一数据在1999年只有43%左右 中共统治之下 不管企业或土地都是属于国有的 只是现在暂时给你个人 去发展而已 所以他们个人是韭菜或者是所谓人框 因为他收购以后 他就对内镇压对外扩张 台湾学者李友谭认为 中共近年来对内高压管制 对外扩张 对美国及自由世界进行渗透 同时收买西方政客 媒体和学者 盗窃知识产权 令西方国家政府和民众反感 对比的就是台湾人民跟中国 台湾1949年到现在 并没有被中共统治 台湾人通过自己游客上的民主化 在1996年确立的自由民主国家 到现在每年都在进步 现在台湾的进步已经是让全世界光明相看 在经济学典的指标里面 台湾的民主分数超越日本 在亚洲也第一名 大陆艺术家佟一鸣认为 2016年以来 大陆在外交 人权 以及对香港民主镇压 对疫情控制上 表现出的强权暴政 造成灾难性后果 已经使得许多国家对他不信任 大陆在疫情防控方面 荒乱粗暴的处理 给世界带来不可磨灭的灾难 这也使得中国的国际好感度 降到了最低 而台湾在疫情防控期间 表现出色 使得台湾成为全球 疫情防控的典范 更加增加了台湾的国际形象 此外 在前两次民调中 只有两到三成的受访者认为 两岸冲突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 这次民调显示59%的共和党人 42%的民主党人 44%的无党派人士认为 两岸冲突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丹霞刘芳采访报道